那么其实呢我们的每次约会呢 我不能说就光是吃吃喝喝逛逛对吧 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说了要多转场 那么一多转场的时间呢很正常的呢 就来到了这个夜晚 现在呢很多商圈呢都有这样的配套的设施 比如说小酒吧小酒馆是非常的靠谱的 比如说呢我就说丽莎我们吃完饭 店也看了街也逛了 找个小酒吧坐一坐吧 对啊 于是呢我们就来到这小酒吧 其实每个人呢点一瓶这个黑皮就行呢 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吧 喝喝酒 哇 这酒好难喝 对吧 你的好不好喝 对吧 这样做一个互换 然后呢你看一下 女生呢她用这个杯子或用吸管 你用去测试她一下 怎么测试呢 就去用她的杯子或者说她的吸管去喝同样的酒 如果女生不反感的话说明对你就是兴趣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经验小技巧 当然呢我们除了这个测试以外呢 来了这个小酒吧 来到酒吧聊的更多是感情戏 就要感情戏了 对吧 这时候呢两杯酒下肚 对吧 头晕晕的 然后呢小情调随着这个音乐呢缓缓升起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调情的时候到了 对吧 你可以先这样 你可以用手指啊 这样这个手臂这边 慢慢的这样子滑动 对吧 哎丽莎 这个今天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今天 是吗 对啊 我也觉得 你也觉得啊 嗯 今天我们去吃了饭 我们去喝了酒 然后我们也去看了电影了 我觉得一天过得好快 对吧 是啊 我觉得真的很像每一个周末都跟你这样度过 那我之后还能见到你吗 之后还能见到我吗 明天过后我们认识我明天过后 开玩笑的 所以说呢 就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听着音乐呢 跟他聊一些 就是可以直视他这个内心深处的 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啊 那么当然呢 随着你的聊天的深入呢 你的一些肢体语言呢 你的一些手势啊这些 其实呢就可以加起来了 比如说呢 这个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对吧 我也说丽莎你把手给我吧 我这样子喝酒不容易醉 对啊 然后呢 丽莎可能说 哎呀你干嘛牵我手 我说你手这么冷 你牵一下帮你暖和一下嘛 当然呢 你牵完了过后看到女生有点反感 然后不说这些人来喝一个 对吧 趁机又把手放开 对吧 那么当然呢 你牵他的手 他不反感 就是说呢你可以 你看小酒吧 唯一好就是灯光比较暧 手就可以放下去了 对吧 我说哇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不冷了 因为你穿了丝袜的 对吧 这样子去抚摸他的鬼物 但是呢 你这样子抚摸的时候呢 你人不要很好色 手就一直在那里摸 对吧 那不行 比如说这个是他的腿 我叫他怎么去抚摸 你手轻的放在这里 你可以上适当捏一下 看没有 这种捏的感觉 不要不要这样子 千万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捏一下 这样子很像流氓的 很像流氓的 这样捏一下对吧 或者这样子抓一下 是吧 看我一下子 你那地方一直在用 或者我 让我去用手去感受一下 知道吧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里的话 其实呢 它是你晚上能不能 两个人回家 还是一个人回家 全靠这个时候的一些发挥 你手也牵了 然后呢腿也摸了 他没有反抗的时候 会干嘛呢 下一个绝招 眼神对视了就是 这样子扯着这个 扯着这个手指 你看吧 你说 你怎么 发现你挺漂亮的 2009年 萌萌样子 我还觉得还蛮好看的 对 就是说你要用绝招 你说过来 我可以说一句话 对吧 然后就亲他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像打骂 打骂也好 或者说调情也好 那么都是好的讯号 嗯 然后呢赶紧这个时候呢 趁机就要把酒给干了 来 对吧 哎 你不用看 我说丽莎 你今天为了我们的节目 也是够拼的啊 没事 然后晚上浪哥照顾你 好不好 于是呢 这个时候呢 最关键点就来了 能不能带走 就看这一次机会了 我说丽莎 要不明天我做早餐给你吃吧 怎么样就到了 对吧 我说丽莎 要不今天就别回去了 对不对 那去哪儿啊 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吗 都可以 反正我想给你带在一起 我想让你做早餐给我吃 对吧 但女生说去哪儿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说去我家 因为重要的太直接了 你就说 这个你想去哪儿都可以 我只想和你待在一起 然后她就说好吧 然后呢 走的时候说 那跟我回家吧 我家没有这么冷 对吧 套路 或者说 你想跟我回家 先放一个东西 我们再出来吃消夜 都是套路 知道吧 套路 所以说呢 愉快的一天呢 这样的约会呢 就这样结束了 带没带回家呢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如果兄弟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答疑解决